好 说到施永信你应该听说过吧 没错 肯定听说过 岂止听说 大名鼎鼎 少林寺方丈施永信 谁都知道 没错 那作为一个出家人呢 能像施永信这样做到普天之下 皆文明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了 但是呢 现在施永信不仅在中国是家喻户晓 据说连西班牙的报纸都整版刊登了他的消息 到底是什么消息呢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河南少林寺方丈施永信拥有多个海外账户 存款总额可能高达30亿元 除此之外 该报纸还透露 施永信在美国 德国都有别墅 曾经和某大牌明星游染 而且还包养一名北大女学生 并且与其育有益子 现在母子都居住在德国 哎呀妈呀 这么犀利 咱们的方丈是谈上大事了 这家媒体以性 金钱和功夫为题 整版报道了施永信的所谓丑闻 消息一公布变成了热议的话题 一项高调的施永信方丈 这次却没有公开现身回应 这是在少林寺的官方网站上 贴出了一则澄清声明 声明 关于施永信方丈的网络传闻 完全是天方夜谭 是无中生有恶意编造的诽谤 与此同时 少林寺更是悬赏5万元 征集造谣诽谤者的信息 以正视听 并欢迎任何掌握证据的知情人 向主管部门举报 少林寺会配合一切调查 并将调查结果公诸于众 虽然澄清声明字字铿锵 但施永信无端卷入境外媒体爆料 并引起关注者的种种联想并不奇怪 因为近年来 施永信高调推广少林文化 成立少林文化基金会 并形成了独立的品牌 走实业行教之路 还远赴海外开支散业 少林寺这些年的发展 与施永信的推波主栏密不可分 说少林寺成就了施永信 不如说施永信成就了少林寺 如此超前的思维和营销手段 似乎预示着这个不平凡的和尚 注定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而这次西班牙媒体的所谓爆料 也不是施永信第一次卷入类似的舆论漩涡了 早在2011年5月 网络上就传出过 施永信所谓的嫖娼被抓的传闻 少林寺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同年6月 国家宗教局证实 所谓的嫖娼事件纯属造谣 施永信俗名刘映成 法号永信 少林寺第三世代方丈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因为依靠商业手段 推广少林文化并大获成功 而飞成海外 赢得了众多的赞誉和掌声 施永信本人更是被称为穿着袈裟的CEO 余的新天地方丈宁消消气 综合报道